各位觀眾 接季中午的時間 想必大家肚子一定都餓了吧 不過呢 您也可以選擇來世貿一館 因為這個美食展呢 是如火如荼的展開 可以看到呢 現場是集結了六百多個攤位 而且呢 還把日本的美食館 直接是搬到了現場來 讓你一次可以體驗 異國的各種料理 另外呢 再往旁邊一看 其實呢 台灣各種推薦的 必比登米其林的推薦的小吃呢 也是通通都搬到了現場 而且呢 這個老闆剛剛也有透露說 這一次呢 等一下 總統賴清德過來的時候 也親自點菜式 要來吃這一間店 我們來問一下老闆 有聽說總統會來吃嗎 是有聽說這個消息 那有準備大概是 多少的量給總統吃 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大概生煎包長怎麼樣 可以啊 我們準備的話就是 鮮肉生煎跟粉碎生煎 但因為總統可能會 巡視蠻多攤位的 所以量就不多啦 大概就都各一顆這樣子 對 讓淺嘗味道 那這一次有準備了 大概多少顆來因應這次美食 這次美食展的話 我們大概準備 差不多將近六千顆左右的生煎包 對 那 因為去年基本上第三天就完售了 對 我們第四天就沒東西賣 所以這次有準備相對多一點點 有可能 對 因為我們還有第二批 可以聽到呢 因為這次美食展真的是太行了 因此呢三天 四天的美食展呢 可能會準備到一萬顆的生煎包 另外不只如此呢 其實也有飯店 是有準備了一些料理 來讓大家試吃 像是松阪豬 還有鮑魚 也是每天限量一百份 要來提供給民眾做享用 以上掌握最新 再把先盡頭 招還棚內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